字幕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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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大家看到這個背景呢 你知道我們現在人其實是在紐約 我每次來紐約就會有很多東西 你一看到或是你聞到一聽到 你就知道來紐約 比如說像這個 有沒有 地上到處都是垃圾啊 或者是那些會冒煙的 人行道的蓋子啊 或者是城市裡面那個 濕濕髒髒的空氣啊 或者是那些小黃計程車啊 或者是 就是永遠不會遵守交通號制的行人啊 還有那些一個又一個的逃身體跟老公 就 這麼多 因為太多太多東西 都會是 代表紐約的事情 可是只有一個我真的不能理解 然後我永遠看到這個 我第一個想要就是紐約 什麼呢 就是贏家 所以我原本要 我原本要講 這次來紐約我原本要講 直接贏家的故事 因為每次來紐約的就是 滿滿滿滿滿的贏家 欸這次來 看到一個很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這些 現在我在這個的棚子裡面 像Jimmy講的他們叫做Streetery 就是Eatery 跟Sidery的結合 就是這些路邊的小棚子 他們等於是因為疫情期間 餐廳是不准內用 不能在室內內用 所以呢 這些餐廳就把它推出來 然後 在外面做一個室外 可以用餐的一個空間 可是現在 因為疫情已經算是接近尾聲了嘛 大家就在討論這個東西的存留以後 對開車的人當然就恨死這個 因為 你想想看每一間餐廳都推出來 那停車的位置就少很多 對店家來說 這是一件很爽的事情 為什麼因為有些店 小到可能以台灣的計算方法 可能小到只有兩三坪 可是他這樣子一外推出來這個東西 他可以佔將近 你知道嗎 十幾坪 甚至就是 比他原本 店的大小 還要再大到兩到三倍 他又不用付租金 他等於是爽賺 他一個坪數 跟可以容納客人的空間 到處都是 這次來紐約真的看到到處 到處都是 然後我就問我的朋友 就是說 那紐約人對這個的感覺是什麼 那其實答案很有趣 就是第一個是 很多店家他居然推出來這個空間 多出來這個空間 可是 他們 並沒有去 派爾多的服務生 所以就變成 那個用餐的體驗變差了 因為他們要cover的地方 變多了 那再來一個就是 有些像這樣子 這個已經算是弄得 有一點造型 有一點美化的功能 但是 很多很多 其實 他們都說弄得非常醜 破壞市 有些來拉鐵門啊 然後亂塗鴉 然後像那些小鳳鳳裡面 就是這個 這一個平台 跟街角的這個小鳳鳳 都會塞滿很多垃圾 就是造成一些環境的髒亂 雖然紐約市 本來就是一個髒髒亂亂 給人家這種感覺 可是 這些 streetery 蓋出來之後 就是讓人家感覺更髒更亂 那 他們現在好像 就是這城市還在繼續討論 這個東西的流存與否 那如果要流 要怎麼樣流 要符合什麼規定 所以 很好笑 就是很多 像 我們走在路上 明明現在疫情都要結束 但是 他們還是現在在蓋 就是這些小棚子 小路邊的吃飯的棚子 因為他們就覺得說 天啊 如果真的要 真的要把這留存起來 那我現在要趕快把它推出來啊 對不對 占地為王 我以後就 爽爽的 站到這個 紐約就是一個寸土 寸金的地方 多佔一塊地 我的天然的餐廳 就多值不知道幾百萬美金之類的 六七十年後 這些店家就 已經當爺爺奶了 就告訴他第三代 喔 當年 2021年 22年的時候 對不對 就是爺爺我 佔的這一塊地 所以我們 這個店怎麼樣 怎麼樣 是一個 會是一個時代的流存 就是一個 COVID 對 這個世界 跟對這個城市 帶來 永永遠遠的改變 所以以後這些 小 小攤子 小房子 就會跟鷹架一樣 成為 紐約最指標性的 東西之力 這就是 超醜的 你看 這種鐵門是怎樣 怕人家偷走他的椅子跟桌子 是不是 我們現在要去 我們要 表示我們支持烏克朗 我們現在要去吃烏克朗 這個也是很 這是把人關在鳥門裡 為大家介紹 這裡是 紐約的 Urban Lights 沙拉 我有去過L.A.的朋友 你知道 LACMA外面有超級爆炸多的燈 然後 有一些電影場景 LALA 欸LALA有在裡面嗎 LALA好像沒有 那是什麼 Valentine Say什麼的 他們都會在那個 裝飾藝術 對 然後剛剛 有人過馬路的時候 就看到這片 他就說 這裡是Urban Lights 紐約的Urban Lights 對 他自己講完以後 就自己在那邊笑 開始 呵呵 我被我自己笑話 你笑到 Oh my God 等下放那個 LALA的 比較的 對 對 對 好累 因為 因為L.A. 苦聊到連路燈都變成一個景點 欸 那這個是一個超有名 這只要有來L.A.一定都會去看的燈 大家不一定會去那個博物館 但肯定會去外面那個燈拍照 隨不知紐約隨便一個角落就長得跟Urban Lights一樣 隨便可以一下 然後弄白色 然後配白色的燈 Oh Urban Lights 這也很Urban啊 超級 對 不用假裝自己是Urban Piz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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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等名字 院查到了 對 喔 小夜市 小夜市到了 前面那個有沒有 有好吃的穿菜 要穿山甲 就是六合夜市 六合夜市前面就是這個柵欄 或是基隆廟口前面就是這個柵欄 有沒有 然後會放兩個垃圾桶在那邊 就在這裡 到底憑什麼這輛車可以開進去啊 他們自己下車然後把它移開耶 我們要穿約20嗎 對啊 我們不是往右邊走嗎 不是啊 好這樣我們是不是可以喝什麼東西啊 不行啦 可以喔 我們那邊有病人得COVID 所以呢 欸幹怎麼會有這種 台灣 台灣 紅色的板凳啊 這是What the fuck Oh my God 這是要吃什麼奶油螃蟹嗎 我看過886啊 這個牛可能就是886啊 這個牛可能就是886 這個牛可能就是886 吃嗎 沒種 這個在珍珠五星 太荒唐了喔 這個牛肌肉 在吃什麼 我看過 如果這個牛肌肉 你有什麼味道 去過那裡 去過那裡 我看過 這個Google map 一下那家886 我看一下 你經過潮盛一下 太驚人了 烏冬market 烏冬market 246ft 好吃煎餅 煎餅 在右邊 台灣熱炒 我們那天來吃是不是不是禮拜五 所以沒有這麼熱鬧 感覺旁邊真的要擺攤了 香腸攤就要出來了 然後要抬皮 你看這個桌子椅子 你的想像這群都是一群外國人嗎 這是熱炒片的盤 你有看到嗎 他們是用熱炒片的那個盤 就是白色的頂 然後有藍色的那個邊 那個那個 太酷了 還有這個桌子 超86張 對這家很有名 大家可以開玩笑 這邊大概有九層 八層就是白人 這家地叫886 這家地叫886 要不要買一手回去 我們 有會有台幣嗎 有啊 什麼時候會有台幣 因為你們印第安就有了 印第安已經到了 太酷了 太酷了 老皮的魚肉 炒高麗菜 客家香腸 豬血糕 日光米飯 一碗美金兩塊 我請60塊台幣各位 你們也有 有香腸炒飯 你現實還是太精人了 Oh my god 這整條路 嚇死我 真的嚇死我 哪位還沒有這麼 真是很誇張 真的很像亞洲耶 亞洲夜市 但是走在路上都是美國人 對 超多 我覺得這跟我們所處在的區域也有一點關係 就是我們這次來紐約幾乎 路上真的是很少聽到講中文 然後我們就是去哪裡點餐 EVEN我們去四川練吃飯 彼此都是會講中文的人 可是大家都還是講英文 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奇 因為我覺得沒有多 我們換一個地方 真的太吵 你跟女朋友說什麼 在LA 就只要你進亞洲人開的店 就是華人店 你們一定都會講中文 你進去就說老闆我要一個什麼什麼 沒有那天我們去四川菜的時候 他就是直接用英文問我說 你們幾個人啊什麼什麼 然後我們點餐的時候也全部都講英文 一直到他聽到我們會 就是跟別人講的中文 他才講 然後他也有點難switch 他可能講沒幾句 他可能就可以講英文 這件事情真的非常非常的奇妙 你說 這裡真的是 很像一個 很多外國人的亞洲區 新加坡啊 新加坡應該是這種感覺 對新加坡 就是這種感覺 很荒唐欸 去台北還不會有 可是新加坡的郡都會有 我不知道 沒錯然後你看路上超多 超多那個素克達 騎來騎去的 真的是沒在蓋你 超莫名其妙 我們那天就是看到那個 喔有一個素克達都騎過去了 我們那天就是有人在這邊 然後有一個情侶打架 然後互相都回到 在這種 喔可是亞洲不會有 這麼多homeless在這邊 不知道在幹嘛 我不會聞到這麼多麻味 很麻欸 很多大麻味 很誇張 走吧 幹這真是徒步區了 西門町徒步區 西門好這樣 高雄比較像這樣 看他的車爆胎了啦 不要再騎了 那輪框會壞掉喔 哈哈哈哈